創業創起來 嗨 所有的好朋友 歡迎來到我們創業創起來的節目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小愛 我們創業創起來成立新社團 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上FB搜尋創業創起來司令部 加入我們的社團 裡面都會有我們每一集的 非常多來賓的人生 精彩故事 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到我們的社團來做交流 今天在我們創業創起來的節目現場 為所有的好朋友邀請到這一位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場地 有沒有看到很多很漂亮很漂亮的花 其實你看到花 你就always很想say yes 今天我們邀請到這一位 也是我們花藝的創業家 我們的創業戰士掌聲歡迎 我們也是花店的明豪 明豪好 嗨小愛 明豪我們今天在你的這個花店裡面 其實有感覺到一個很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像現在很流行永生花 對 所以你的花店的現場 這是以永生花為主題嗎 是的 都是乾燥花跟永生花 那乾燥花跟永生花 跟鮮花它是不同的市場是嗎 其實市場是不一樣的 應該是說它的材料本來就是不同 但是最根本的都是用鮮花去製作而成的 對 所以其實像你們家 因為像小愛我跟明豪認識 其實也有一段時間 對 我是你們家非常熱烈的支持者 有有有 小愛買了很多花 我其實期待說要有一天送花給小愛 真的 好太好了 就等你的好事吧 等我的好消息是不是 okok我很期待 當然其實像因為跟花的這樣的連結 其實在創業過程當中 像小愛我移進到我們的也是花店 就會覺得好幸福喔 好開心喔 可是我每次跟明豪說 明豪你的創業怎麼跟別人不一樣 你的創業充滿了溫心 幸福 甜蜜的感覺 然後他就會像這樣苦笑 其實做花店的創業過程當中 也有讓你覺得很辛苦的地方是嗎 對啊其實做花店是 就像大家看到 他花是一個非常漂亮 然後充滿幸福洋溢的感覺 但其實做花藝工作者 他背後有很多 就像各行各業一樣 其實背後有很多心酸血淚的部分 真的 所以其實 今年是你創業第幾年 三年多 三年半了 三年多 對 然後小愛叫明豪是花店世家 對 我爸媽也是做花店的 所以在你這一代的 從你開始經營的這幾年 跟爸媽經營那時候 理念有不一樣嗎 其實 還是有一些不同的 因為 像我爸爸媽媽的花店 是比較屬於 傳統的花店 就是做 譬如說像婚喪喜慶的這種鮮花 是 花花花 對花籃花圈 桌上水盤花 對 對 那 一直到我們這一代 是想說 其實可以再讓他更精緻一點 甚至讓他再更有效應一點 對 所以我們想說 那不如我們就是從乾燥花 永生花這邊去著手 因為 畢竟他是可以放得更久 而且再透過一些技術 讓他更有亮麗度 不會讓 而且要改變一些大家的觀念 因為其實有很多老一輩的人 甚至有一般人 也會覺得說 啊乾燥花好像是假花 對啊 好像是假的 對 但是其實 我們也是想說 透過這個野獸花店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 永生花乾燥花都是真花去製作的 那不要讓大家會覺得 假花好像是真情假愛的感覺 不是 都是真的 只是透過一些技術 讓他可以更 保存得更久 然後把你的情意 放得更遠 是 對大概是這樣 明豪想要很好奇 因為像這個 花店喔 大家都對花店充滿了夢幻的想像 這樣子 刺破 有啦還是 還是很漂亮 還是有幾顆啦好不好 很漂亮很漂亮 有刺不破的 有刺不破的 好蠻可愛的 那其實像明豪 你自己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當時家裡是支持你自己出來做 一個花店 還是說爸媽希望你回去接他們傳統的 其實一開始我們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想過 一陣子 就是說是要用家裡面原有的品牌去延伸這個花藝呢 還是說再自創一個新的品牌 那因為其實品牌這種東西其實有一點是需要時間去經營的 那像爸媽的花店已經是經營二十年三十年的這樣子的過程 那給人家的感覺是比較升值人心 就是它是傳統花店 如果說你是想要再用這樣子的品牌去轉變你的型態的話 可能會需要更多的力量去改變 那所以我們就決定就是不如就直接再創造一個新的 屬於自己的故事的 那當然爸爸媽媽也給我們很多的支持 畢竟大前輩有一個很大的建議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其實這種小愛我自己是 把那個最幸福的那個時刻拍下來 小愛我一直覺得那個是一個很特別 然後很浪漫的一個服務跟時刻 那當時像這樣子的服務流程都是從也是花店開始的嗎 其實這樣子的流程應該是說 因為畢竟時代在進步 以前我們收到花裡的訂單 就是填完資料之後幫你把花送過去打個電話 就跟你的花裡送達了 甚至也不會說 對就是有可能收到花的店家回報給送花的人 好我們收到你的禮物了謝謝 但是因為時代在進步嘛 我們有很多新型的通訊軟體等等的工具可以使用 那我們就會想把說 透過這個很快速便捷的工具拍照 然後回傳 甚至我們完成這個作品 讓客戶去知道說 你的你所預定的作品的進度 跟呈現的感覺是怎麼樣 讓他有一種隨時都可以關注到他的花裡的動向 對然後一直到最後後端我們送達給他要贈餘的人 然後把這個幸福的畫面傳達給送花的人 跟收到花的人 小愛我覺得這個動作真的非常的用心喔 因為其實很多的時候我們在送禮物的時候 你就會很在意他的小細節 小愛我會覺得敏豪他們在送花 其實是比我們真的送花的人更用心 這些細節的地方他都照顧得非常的好 那其實小愛我覺得現在這樣在送花裡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也多了很多的驚喜 有沒有送花過去讓你覺得特別驚喜的事情 其實身為自己 因為自己本身也是個創業者 那像我們在送花的這個過程 其實有很多喜怒哀樂不管是送婚禮的新人 或者是送開幕的店家 那當然也有送比如說就是親人離世的人 其實我們也是看了很多人 人生的悲歡禮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講 我們可以從這個過程當中去讓自己 去得到一些醒悟跟學習 比如說像我前陣子才 送了一個花禮到一個新開幕的店家 那他們店家其實也是裝修的很自然 就也很有個性 那我其中在他的一個形象牆上面看到 他又寫了幾句字句 他就說 謝謝你 他是說什麼呢 我比昨天更好了 也謝謝你加油 然後他雖然說很簡單的幾個字句 但是當下讓我覺得這個 這個新的店家 他一定經歷過一段可能不是很好的低潮 但是現在他重新整理好自己 然後整裝再出發 重新一個新的樣貌 對 一個新的開始 沒錯然後所以 當然朋友們就送了花禮祝福他 我就在他這樣子的一個字句的前面下 連同花禮一起拍照回傳 這個字句不單單只是這個照片 不單單只是回傳給客戶說 你的花禮送到了 同時也感動了我 真的 對就是告訴我自己說 我們自己時時刻刻都要告訴自己 我們比昨天更好 然後要讓大家 讓你的親友放心 你們也要一起加油 是超棒的 因為像這樣子的故事 就是每一盆花都有他自己的 太多了 好多 明浩小孩好奇 就是您的創業過程中 三年多 你的夥伴現在大概有多少人 目前的話 因為這間花店是 真的就是像你說的 是世家 我是跟我的親妹妹一起經營 共同經營這間也是花店 那目前包含員工的話 是大概是兩到三個 很棒 兩到三位 其實以花店的規模來講 你看到現在這麼多的花 兩到三位的員工 你們真的是每天都在插花 其實花 對 是需要一點點 是需要一點點時間 真的 所以就是平常聊天的時候也在插 然後工作也在插 做夢的時候也在插 真的太有趣了 其實小愛我覺得 就是像在送花這個過程當中 就像剛剛明浩講的 每一盆花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那當然創業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辛苦 當時創業的時候 跟創業之前 跟你現在心境是一樣的嗎 心境當然是不同啦 因為其實 畢竟我們 我不是一開始就是在 在自己創業嘛 大家會想創業 都是為了想要 讓自己的生活更好 對吧 那我之前也是 一直都在職場裡面去做 做工作 去生活 對 那以前你知道 當員工跟當創業者 是完全不同的心態 真的耶 譬如說像當員工 我們其實就是很穩定 我們是 連呼吸都在賺錢 對 就是薪水就灰直來嘛 對啊沒錯 一年就是 30天時間到薪水就進來了 所以你無時無刻都在領薪水 可是當創業 是你連呼吸都在花錢 花錢 真的 你連呼吸都在花錢 真的是一定 我眼睛 啊 電租 水電 人事 材料 成本 你就開始要去精算 這些 這些這些東西 所以當然 心態上面是完全不同的 是 那像你們現在的 華最遠送到哪邊 最遠喔 其實 也是因為 時代啦 我們現在有很多 比較便捷的方式 譬如說像宅配啊等等 我們有 送過台灣本島 甚至也有一些就是 外國 國外的訂單 國外也可以收嗎 有 其實國外也有 但是通常國外訂單 我們也是 因為礙於有些法規 比如說有些國家 它是不能 鮮花可能不行吧 不管是鮮花乾燥花 其實有些國家是法規 是沒有辦法過去的 對 但是有些國家是可以的 那甚至有些 有些朋友 像我們其實有接到蠻多 就是在國外求婚的 他可能 因為畢竟求婚是一個很 慎重 需要長期規劃的一個 一個事情 所以有很多先生 他們就很早之前 就來跟我們談 要做一個小花 捧花 他要偷偷把它夾帶出去的 對 那我們就會幫他做 這樣子的服務這樣子 小孩比較好奇的是 明豪你說你 這個也是花店 今年是第三年 對 那你在做花店之前 是做什麼 我之前是在做電信業 我其實 我其實做過蠻多東西 但是比較主要的是 在電信公司 所以其實是在外面市場上 江湖上走跳了一陣子 都決定要回來 這樣 對對對 我覺得那個心境又不一樣 完全是不同業態的東西 對啊 心境完全不一樣 雖然這些花是你從小就熟悉的 可是當你自己要去做出一個品牌 那個心情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真的 那其實我 像我們剛剛從今天節目一直在講 就是花其實帶來給大家很多 很幸福的時候 跟幸福的感覺 敏豪你有覺得創業最幸福的事是什麼嗎 創業最幸福的事情就是 就是像製作的這個過程 當今天有一個客戶 他來跟你溝通說 他想製作一個什麼樣的花梨 嗯 譬如說他 他像送的這個人 他很浪漫 他喜歡很多泡泡的那種粉紅色系 那我們就是按照他的設定 十九 對去製作一盆 他也覺得很棒的一個花梨 你這個過程第一個 因為你可能要去找很多材料 找相應的花器 然後製作相應的感覺 之後完成回傳給客戶 客戶得到滿意的肯定 然後到送打給客人 要送花的對象的時候 那股成就感 我覺得這是創業最大的禮物 真的耶 雖然說一路創業的過程 辛酸血淚都是很很重的 有看著報表一直想說 這要收起來嗎 要收起來這種心情過嗎 對有耶真的有 看著報表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下個月的薪水在哪裡 我們就 撐著撐著 對就一直撐著 因為其實後面有很多像這樣子的力量 在 讓我們往前走 對真的 好喔 今天非常開心的 在節目當中呢 為所有的好朋友邀請到我們也是花店 我們也是花店在哪裡 在福尾街77號 台南福尾街77號 當然你可以直接上網 上網我們的FB 直接搜尋也是花店 他們的花呢都有宅配啊 然後各個地方的這個 呃 配合他們都可以做服務 然後當然他們很多貼心的客製 的這個設計 你們也可以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然後上去做支持 好今天的節目最後呢 我們要請敏豪給我們 謝謝小愛 也謝謝創業創起來給我們 給我這個機會 在這邊 跟大家 算是高談過論嘛 沒有啦 就分享一些自己小小的經驗 其實 創業是一條 真的是一條不貴路 那如果說 你想要踏入這個行業 會真的會發現一些很多辛苦的東西 對那我覺得其實不忘初衷很重要啦 對 因為你自己包含像你想要過更好的生活 你想要做出一個很棒的東西 你想得到大家的肯定 對 這幾個目的會推使你繼續往前 當然有時候可能會覺得 當然你有很多壓力包含人事成本的部分 跟辛苦的程度 對 但是我覺得 唯有不忘初衷這件事情 才可以繼續讓你往前推進 對 這是我想給大家的一些小小的分享 對 好 非常謝謝敏豪今天來到節目當中 那也非常謝謝所有好朋友今天的收看 當然喔 記得幫我們這個訂閱我們創業創起來的 YouTube頻道 還有呢 訂閱按訂閱小鈴鐺打開 然後呢還有加入我們創業創起來司令部的社團 那我們創業創起來呢 期待跟每一個好朋友每一次碰面的時光 然後也跟也是花店一樣 Always跟創業跟生活say yes 也謝謝敏豪謝謝 謝謝小艾謝謝